根据澳门媒体报道 德靖集团设不发赌博案于3月8日 控辩双方完成结案陈词 将于4月21日上午实施宣判 当日陈荣炼身穿灰色西装 佩戴口罩 看起来精神不错 莫非他对自己的现状满怀信心 他在最后关头一改一停时的沉闷 就部分案情做出澄清 极力否认自己黑社会的事实 陈荣炼还拿自己做过的贡献 证明德靖不可能是犯罪集团 自己不可能是犯罪集团头目 称德靖集团员工热心参与公益 成立了慈善会 在内地偏远山区新建学校 帮助有需要的人 还会每年前去探望 除此之外他还大打感情牌 为德靖员工求情 称对手下员工及其家人感到抱歉 自己知道这段时间 他们承受了很大压力和精神折磨 同时指出被列为嫌犯的 每一名员工都十分无辜 他们只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并非因为利益加入黑社会 只希望让他们和家人重返正常生活 继续为国家 为社会做贡献 他还将感情牌打到自己身上 听家人说90岁的父亲躲起来流泪 两个年幼的子女问老婆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 陈荣恋感情到了一度哽咽不能自已 距离2022年1月29日被捕 已经一年有余 那么长的时间家人看不到他 他肯定也格外思念家人 鳄鱼的眼泪或许也有半分是真 最后他希望法官能够做出公正裁决 无罪释放他和员工 陈荣恋涉及83项罪名 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而控方则认定他被控的83项罪名获得高度证实 这一点倒是跟习米华截然不同 习米华坚持上诉 态度强硬 陈荣恋则在法庭一点没有小赌王的架子 反倒已情动人 看来同是小赌王 处理事情的手段也各有特点 如今宣判在即 希望法律不漏一条鱼 让有罪之人得到应有惩罚 如果真有罪 那么打什么感情牌都没有用 况且这感情牌也可能有些异乡情愿 不知道陈荣恋是从哪位家人口中得知 其他家人的近况呢 反正不太可能是安乙轩 陈荣恋在陈荣恋完之后就往庞厅席看了一眼 却没有和在场的家人交流 也许是发现安乙轩并未在列 夫妻大难面前各自非的现实 令他一时失去了说话欲望 安乙轩自陈荣恋被捕后就异常低调 作为当事人陈荣恋妻子的女明星安乙轩 她也在媒体们的关注范围之内 除夕夜以泪洗面 热衷晒奢侈品 豪宅的习惯也在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不过安乙轩在老公一审的时候 就没有出现在现场 二审时她依旧是不见身影 安乙轩不出庭的态度不免让人怀疑 她是不是想要和夕夜的丈夫撇清关系 当年安乙轩嫁给陈荣恋的时候 就当众说过一话 赢了算你的 输了算我的 不知她是否对当初那句结婚誓言认了命 安乙轩当年一心向着丈夫 甚至有些恋爱脑 放弃事业和陈荣恋好好生活 不知道如今她回头看会不会后悔自己的选择 不过安乙轩一人的身份没丢 只是一心沉沦在豪门太太的美梦里 算得上半退圈 如果她能干净从陈荣恋那堆烂摊子中脱身 还是有希望重新拾起事业的 陈荣恋被捕入狱后 一直有传闻安乙轩在办理离婚 试图撇清关系 不过据陈荣恋本人回应 两人并没有要离婚的打算 当然她的话也没有得到安乙轩本人的证实 安乙轩是否会被陈荣恋事件影响 主要是看她对这段婚姻的态度 逝去还是留